各位觀眾大家好 方言之間 我們觀察到 現在日本又好 德國又好 我們說這兩個汽車製造中心 不應該再數韓國 這三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中心之一 如果計算美國本土來說 當然可以算一算 但美國的汽車出口 你買不買 這一點可以大家一起思考一下 現在全世界來說 德國已經不是第一 因為 整體上的汽車出口 我們國家是非常厲害的 特斯拉在中國製造 以及很多新鄰園的汽車 都是我們中國製造 原因在哪裏 就是我們有完整的產業鏈 以及你現在是遇上一個 更新跌代的時間 這個時間 可以說50年難得一遇 那當年的汽車製造業 哪製造業 最初是由美國 福特汽車 德國 寶馬 Benz 就去到日本的 豐田 本田 三星 現代 終於 就落到來 我們中國了 過去的燃油汽車 以及所有的車機 現在回頭 就真是很落後 但沒有他們 作出一個標準 我相信中國 都沒有辦法 根據自己的需求去改變 那麼我們中國的創新能力 厲害嗎 其實很厲害 我很反對 現在還有很多人說 美國的研發和創新能力 才是全世界遙領先的 中國人 其實只是跟著美國那一套 去重新 再把它研發出來 發揚光大 我這個不贊成 以前有所謂的車機系統嗎 沒有的 語音系統有沒有 有的 但是做得好嗎 可能很基本的 但是 我們不單是彎道超車 我們 是直接去 一個極大的創新 原來 這樣才是真正的駕駛汽車 還有 我們看到 現在中國人 不會再這麼崇陽美愛 相對比以前 沒有這麼嚴重 大家開始覺得 用國產貨 才是最煙的 最好的 我們一定要支持國產 所以你看到 中國整個大市場 是非常振奮的 你說沒有錢沒有錢 大家買一部車 好像 隨便買一買 因為幾萬元 你就可以買到一部 而且那輛車 完全可以代步 原因就是 我們絕對不會 比日本的汽車差 當然 好像方生所說 我們現在 有關 汽油車 來說 我們小型汽車來說 其實不是對日本 還是有一段距離 方生有自己親身感受 方生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其實如果作為 以前的民用的汽車來說 哪怕現在比亞迪做得這麼好 都好 它在最新一代的引擎 和波箱的技術 其實都是 還不及歐美、日本的 因為我們 現在 有些車的 就是它出了之後 都是新車來的 你行公里數之後 那個維修比率 和故障 和那個性能 其實我們自己的用戶 我們是體驗不到的 包括我們有些同事 那時候 它都 買回大品牌 就是買回比亞迪這樣的 汽油車版本 那其實它那個時候 都已經是更生換代 到最新的了 那這些 這些現在的引擎 引擎 都是落後於 日本 就拿日本來講 其實我們可以 可能是日本 最新引擎 次三 就是它的前三代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 不要說是翻到超車 我們叫做 應該換賽道 就是我們換了一個 電的那個賽道 做油那個 其實我們在這個領域 就是在小車的領域 我們鬥不過來 或者是不夠你們專業 或者是 你們真的有手段 保護起來 其實很多人都說我們 中國人 你翻版人家 你抄別人 我絕對是不認同 你知不知道我們 做汽車引擎 有多少苦 人家那些引擎技術 就是 是次三代 就是已經是淘汰那一代 才賣個專利給你 賣個技術給你 而且還是怎樣呢 人家南美都看不起的技術 你才給我們中國 其實他們是 就是含身如虎 就是我們中國那個 引擎那個發展士 是含身如虎 去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你說我們抄 你說我們偷 我們完全沒有 我們是真金白銀花錢買的 包括現在很多合資赤 其實他們 就是一半一半 合資 現在很多都是合資赤 其實我們是犧牲著 我們的工業的資源的損後 和流動力的廉價 廉價的流動力 去換取那個技術 換取那個流動所得 換取那個資本 他們其實就是助響其成 就是響響腳就收手51% 或者是50%的利潤 就是好像現在那些 什麼廣本啊 什麼廣氣啊 就是跟當地的車廠 然後再加日本的車廠 合資那些 我們叫做合資車 那些合資車 我們是給很多的專利費 給很多的授權費 給這些品牌 所以其實他們是大量的吸取了我們的廉價流動力 我們老百姓的那個血汗的資本來的 那我們其實是犧牲很多去人進這些技術 去學習這些技術的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 什麼東西呢 而且其實呢 我們深信其實 就是華人或者我們中國人 我們是通過努力去辛辛苦苦 換取我們的進步 或者是犧牲我們前人的 省吃省用啊 方方面面黑苦內流去學習轉探啊 這些精神去換取來的進步 就是我們很多人都說 我們30年或者我們70年做 五超人幾百年 說不容易的 我們犧牲很多人的 包括我們的僵討 我們的統一其實都是有很多軍人 有很多 戰士去犧牲他的血汗去保護 來自不言 我們看看 日本是對我們進行很多專利的壁壘 即是它很多技術 它是限制著的 因為它的技術領先 其實它在全世界上 申請了非常之多的專利 也對中國呢 對中國進行了嚴格的技術封鎖 那麼它註冊了多少技術呢 有關汽車那邊 就註冊了23740項的專利技術 這個壁壘呢 我們很難打破的 日本廠商曾經笑過 我們說 就算我們把一張圖紙給你 你再用多50年 都沒有辦法拿到日本發動機的成就 這個就是所謂的專利壁壘了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有少少突破了 我們的奇術 終於是可以進入日本的市場了 那麼最重要呢 就是奇術的發動機 贏到全世界市場的認可了 在2023年的時候 我們中國就已經正式反超日本 就成為全球第一大的汽車出口國了 那麼最重要呢 就是我們的汽車業 就是現在燃油引擎上高 已經是開始有極大的突破 就是奇術的品牌 SQR372號發電機 那麼這個發電機呢 日本呢 都要入口喔 入口的數量 其實真的不少 30萬台 其實令到日本呢 就大起一徑 有關那個燃油的熱轉換率 那可不可以達到一個很高的效用呢 就是這方面就有所突破的 所以日本也要反過來 研究一下中國 為什麼會做得到 其實奇術的出口呢 是很高的 因為呢 我們現在 有很多人當時都說 說 現在為什麼不見了奇術 或者不見了這個品牌 在中國大陸 其實他現在是出口很高的 這個是對的 即是你現在收到的訊息是對的 他已經是在 但是一般呢 就在我們叫做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呢 就很多現在呢 都領個教日本仔的東西 包括他日本的輪胎啊 幫他起路啊 那些有很多壞事呢 被人釋破了 那麼呢 他現在就轉向我們中國的市場 那麼大家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你日本在泰國那裡建公路 那些公路和用泰國的輪胎 那麼專門設計的那些公路呢 就損耗輪胎很厲害啊 搞到他們 即是本來這條輪胎可以用五年的 那麼他就可能用三年了 本來用三年的 那麼他可能用兩年就要換了 這些這樣的情況都有 就是他們都是一種略電的數字 但是他轉化了 是這樣的 我補充一下 好 多謝方先生 那麼現在看到那個熱轉換率 就是熱效率 其實已經是逐漸向上提升 現在將會研究的方向是什麼呢 可不可以突破到50% 現在目前來說呢 就是41%到46%之間 那奇緒的確很厲害的 突破了日本的控制 尤其是那些專利壁壘 我覺得 對於中國來說 這一方面 是一定會突破的 因為大家看看 是不是 為什麼我們的發動機 要這樣不斷地研究呢 我們的戰鬥機 都需要用我們自己國產的發動機 對不對 方先生 中國的引擎 尤其是飛機那些 其實已經很厲害 我們幾代幾代那些 什麼1000、2000啊 什麼串擊機啊那些 不用說 那其實軍事領域更厲害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工業 民用的汽車呢 其實呢 為什麼呢 因為牽涉到太多的 以前的一些商業架構 就是我們建立了這麼多合資廠 或者是簽了這麼多的合作協議 那沒有理由我們一下子团 那因為簽開的 授權可能是10年那些 那我們都會繼續旅行 就好像以前我們電腦那樣 連想電腦那樣 賣IBM的授權那樣 其實 明知被你找笨 都繼續啦 沒有問題啦 那其實現在我們 你看到 就是CPU電腦 我們 華為啊 那很多都其實已經做出來的那些芯片 手機的CPU 其實都已經是完全全可以 替代我們電腦的CPU的了 我們一到時 操作系統一出來 一發力 又是另外一個新的景象 包括我們現在 方方面都在準備 因為我們是做開發的 我們知道 我們都參與了進去那個團隊那裡 然後去建立那個生態圈 那所以後面那裡我覺得 有很多很多很多這些精彩的可能一刻 就是這些我們的一個環節一個環節一個部分一個部分 一個部分 一條賽道一條賽道這樣去引領這個世界 就是現在那個科技那個節奏 就不是說給你控制了 你要我發展又要發展 你不讓我發展又不讓我發展 那後面那個環節會 回歸回我們大部分正常人那裡 其實為什麼說正常人不正常人呢 其實他們都是一種掠奪 而我們 就是我們是全球共同體 就是命運的共同體 我們會將這些東西 又便宜又漂亮 就好像那個高鐵那樣 可能你坐動車去泰國 這樣也不奇怪 不奇怪 一帶一路 所有的鐵路車和軌 絕對沒有問題 還有我最後補充一下 其實日本對我們由頭到尾都不客氣 中國一定不會放過日本 我們不會在軍事力量上去打壓它 我們只會在科技和製造業上高 令到他覺得非常難受 這一點 日本要小心 今天時間就到此為止 感謝方先生的分享 記得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點讚 分享看廣告 拜拜 各位